你是怎麼樣的 我們家那個太好笑了 我們很奇怪 連著拍了三部戲 而且都是男女主角 就很巧 然後她還去了深圳的男子漢 然後她說我好關注那個節目 很想看她在部隊裡面什麼狀況 很想見到她 有一天她給我發微信說 你這幹嘛呢 我說我在家做飯呢 她說我來吧 然後我說我家在哪就來了 背個那個金綠色的大包 然後曬得屋子滿黑 黑都不行了 然後她進來的時候她就說 那個大包一放說我來吧 就進廚房了 她一來不跟你聊天 她就做飯 然後過一會兒就菜就做好了一大桌 我們倆就在吃飯 她就跟我說 她說有一天她要斷腸 兩個人睡帳篷還是睡哪兒 然後她就很累很累 突然她就想到了 某個瞬間 她就笑出聲來了 就笑出聲來了 她說她當時就心裡就想說 等我這次從部隊出去以後 我要去找這個女孩 然後她就來找了我 我就心想 那好我們倆就肯定要談戀愛了 吃完飯之後 兩個人就有點尷尬那時候 她就說 她說我能不能在你沙發上躺一下 一下就睡著了 然後早上起來之後 她已經不在了 然後我就想 這個人怎麼這樣 然後我就怎麼不走行長路 然後我就給她發微笑 她要不跟你說一聲 我在睡覺嗎 然後再給我補了一句 我今晚還來 我今晚還來 哇 哈哈 哈哈 哈哈